我會幫你把頻道的那個節目做撒開分類 右邊則是用非常清楚的圖像畫界面在哪裡看 現在這個時段可以把這些節目去看 所以喔 比如說我現在點這個整點的情況好了 我如果現在 因為現在沒有東西嘛 我是假設 如果我現在站著地這邊 然後我想要看這一盤 我點這個Walking TV的選項 他就會幫我自動把節目切換到這個節目上來看 我就不用一台一台把它滿足 好 那它這一個限制節目選項的好處就是這樣而已 它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第一個 我不用在家裡才可以用 像我是跟家裡的MODY推出的好處 但是我現在在外面 對不對 你要關心 我一樣只要在有上網的時候開箱 我都可以立刻就是把這個節目選項給叫出來 然後我不行可以看現在有哪些節目可以看 我甚至可以看到未來幾天 甚至多到五天後的哪些時段 有哪些節目可以看 好 舉例來說 我記得明天好像有早上九點左右 好像有一個火箭的名書好旅程 總的 如果今天也有在前面輸給 好 先來看一下 請用一下電腦合作 好 有 那這邊有一個火箭 快點這個火箭 我沒太多 好 它這裡有一個很貼心的功能 是我除了可以預覽明後的節目 是最多五天之後的節目之外 它還有一個主要就是我黑色提醒 它下面有一個道中的圖示 我見了之後 好 有一個選項可以讓你選擇 我要什麼時候提醒我黑坦的節目 好 比如說15分鐘 設定好之後 它就會在15分鐘前提醒我 來看這個節目 不過我個人覺得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可以設定期間時間有點太少 對 如果我在外面的話 15分鐘前告訴我這個節目要開始 其實有點來不及 如果是未來可以增加 比如說半小時或一小時的選項 我覺得這樣才是會更好 所以謝謝